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 今天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 今天的题目是 小恶魔 以偷偷将你们两个捆绑 小恶魔以偷偷将你们两个捆绑 主要题目就是说 以小恶魔的能量 恶魔的能量在感官上面 已经帮你寻找好了你的下一个恋人 我们来看看整个走向如何 那这是今天的三张牌 等一下选好号码 记得去留言区把号码留下 增加一下那个连结跟 跟共感啦 无论是这个影片跟之后的影片 都是跟频道连结更深的话 以后选到牌的时候 捕捉的能量 应该是会更清晰的 来一起 好那就这样 近看的时候 要看9点记得按下暂停 来第一张 好第二张 我想你们都很会学了 那就不啰嗦了 直接开始啰 来我们就从选择第一号牌的朋友开始 那今天的题目是小恶魔已经偷偷将你们的情感捆绑 好 好 来 好 好 我就 就从五张翻开来看一下整个局势 看一下整个底下的排面的意识跟能量本质 应该是要传达什么 来 1 好 现在就直接开了 那直接来看一下 整个讯号的走向就好了 先说你们两个能量底下 最深最深最深层的那个底下的时候 其实 他让你们两个连结的方式跟互动的方式啊 可能会在一些很平淡日常的生活里面接触到啦 他这里第一个讯息让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巧遇偶遇 他好像 你们两个的生活圈各方面好像没有一个太直接的关联 嗯 他这一组 嗯 嗯 他有一个很奇妙的熟悉感在你们两个第一次遇到的时候 那那个熟悉感很像是你之前的故事 你之前的爱情故事 你之前的爱情经验 或是这个人的长相 这个人的外形 这个人的气质 那这一组 我认为他有点单向 我原本觉得应该要双向 可是这张保健酒的能量太强 让我觉得是你这方面的单向能量 去牵引着他 让他 在你的心里跟你的感觉上是一种熟悉的旧的感觉 好 那因为是保健酒 所以我就不得不说 他应该是走向 嗯 他应该就是 走向一些旧的事情 一些旧的事情 那 所以这个人 他很有可能 而且还蛮接近 你以前交往过的人 而且是蛮深刻的那个人 所以他第一瞬间会引起 会引起你的注意 这一件事情还蛮明确的啦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保健能量 在做一件事情 在帮你判断 你该不该喜欢这个人 你的感觉是对的吗 你对这一个人的 第一感觉 是好的吗 因为其中带来了一些 害怕 旧的感觉的害怕 可是其中也有一些欣喜 那个熟悉感让你欣喜 但是旧的故事让你觉得害怕 所以 嗯 但是我跟你说 后排能量 他带来了某种 你可控制的幸福方向 你可控制的幸福方向 而且这一天这一局 你的主导性对我来说 比起对方给予你的更强 所以啊 选到一号牌的朋友 与其说小恶伯帮你们两个捆绑在一起 其实是你自己啦 你自己的第一个感觉 你已经知道 现在眼前跟现在正在出现在你面前的这一个陌生人 我觉得应该是陌生人 我没有觉得你们的生活上 有很强烈的连结 有很强烈的连结或什么 非常空 非常空 他真的是两股很淡 很淡 真的很淡的两股能量的相遇 好 来我来看 我来想一下他这边 他那边也有一个熟悉感 但是没有你这么重 你的惊讶感比较强 他只有一种觉得 我是不是认识这个人的感觉 他只有这个讯号 主要还是因为你的反应 你的眼神跟各方面 让他惊觉到自己是不是 眼前这个人是他原本认识的人 所以当下会回想说 是以前的朋友吗 以前的同学吗 或什么 这样子 或是在哪里看到的 总之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 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熟悉感会出现 但是很快就会醒 醒了之后才发现说不是 那只是一种熟悉感 眼前这个人终究还是一个陌生人 那我只能说 皇后牌 作为整个笼罩你们关系 初次见面的一个概念来说 精心能量就已经出来了 也就是说你们第一个见面的 情愫是往爱情那个方向走的 所以今天这一题 选的一号牌 我觉得蛮难得的 它是一个瞬间的 瞬间的好像两个人 就踩到了某一个圈圈里面 然后某个人就踩到了某一个圈圈里面 但是 我必须说判断太多 犹豫太多 应该要 以一号牌的朋友来说 当你遇到了跟一个陌生人的邂逅的时候 记得 要表现得更明确一点 要表现得 今天这一题 有在说 思考太多判断太多 以至于第一次的相遇的时候 节奏变慢 能量削弱 能量削弱 那我再仔细看一下 这里是给的讯号 不过 我觉得 从这张牌 它其实是一个不显 不明显的讯号 但是被我翻出来了 这已经是你们两个故事的最开端了 你们不会这样子就没有了 然后 你们会发现 其实 你们应该在生活中 会时常相遇 只是 只是今天才 真的认识到 没关系 我翻两张来看一下这张 多解释 你看吧 前章是 就说这一组牌 是从精心能量 所往上走的一个 你看 皇后 还是一样 又太多判断了 过度判断 但是要相信自己内在的 情感的直觉 要尖尖内在情感的直觉 不要太害怕 请表达 初期 初期就算觉得不顺或什么 但收得也很快 收得也很方便 不会这么快 你想投入 很深很重 也很难 但是今天这题 勇敢的表达 自己对眼前人的 喜欢很重要 再加上今天 这个人跟你眼神 记得你们眼神 第一眼就会有 一个正确的交流了 就会有一个正确的交流 虽然很淡 虽然很陌生 但是延续性很强 但是延续性很强 那风能量 保健能量 在这边做的判断 除了在提醒 你不要过度的理智 不要过度的思考 不要过度的认为 这个邂逅 跟这个巧遇 不可能啦 不要这样子想 他这边的风能量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你要展开你对眼前事物 发生的好奇心 你要去强化这一点 强化你对这个人的好奇心 强化你这个好奇心 所带来的一个动力 去接近他 因为对方并不是一个被动的 他不是一个被动在那里的 他其实也想要去好奇你的 这个风能量是你们共享的 并不是只有你这里 而是你这里的内心 更接近保健酒 所以你内心的那一个 复制旧情感的伤痛的瞬间 会比较强一点 他那边比较淡 他那边比较淡 那要知道 每一个明天都是全新的 所以下一个人出现 也最多只是类似并不相同 好 全葬式讲说 这一个是 我们从这边讲说 这就是你们故事的开端 全葬式补了一句 这是个幸福的开端 这是个幸福的开端 这边有水能量在底下有水能量 但是这一份水能量 仍然也是配合着保健酒 所带来一种过往伤痛所有的一个情感能量 但是记得要把它转换 转换成一种只是回忆记忆 而会影响你现在需要创造的经验 来 我再看这里 相信一下经心能量 作为你们两个人的圈圈的定义 它是个经心能量 是往爱情的方向走的 只是在初期过度理智 你要先放下来一下 先放下来一下 来 我再看 魔术师排在这个位置 希望你不要太用力 轻松一点 玩耍的时候 就尽量去玩 不要太努力去赢 大概是要这个概念 当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 遇到这个人的时候 尽量去表达 尽量去喜欢 不要太努力留住 不要太努力为了得到 你就尽情的让这个过程 是舒服快乐幸福的 难得的遇见 这样子 魔术师排在这里 他讲的这样子才会比较有一个远方 才会比较有一个愿景 才会有一个 引导你在黑夜中的 北极星的能量 心态对了 你才会走得舒适 如果你太过努力 原本北极星只是引导你方向 你顺着它走 就会轻松自在 可是今天你却想要捕捉到 或是很用力的确定 这个是北极星的时候 反而会迷失的方向 魔术师排在这边讲的是 你要再更轻盈的 去享受这个过程 爱情 一开始 你可以用一种 不要太努力 用舒适 坦然 游玩的态度 并不是说道德上的游玩 而是你的心境上 要游玩的态度去相处 两个人才会有好的 那个空气环境 看在这里 是有对的路 你看对的路径 这里又出了一个 这个人的出现 其实你们会往对的路径走 但是你确实是还是有一些 自己内在的折磨 就像这里 要突破 记得我刚刚说的 旧的东西就是记忆回忆 不是用来影响你现在经验的枷锁 好吗 这里有再提醒过一次 再提醒一下 他当然相信你在理智上的判断 会迁就 会拉住你 要看清楚眼前事物 因为之前的感情可能有些挫败跟失败 让你后面变得很小心 可是这里 这里 这里 尤其魔术师排 很重要 虽然都是很大的排 但是我们要让他 把他的意义连接起来 轻松的把这一段 走到好的结果的路 轻轻松松的当成像你小孩 孩童时代的时候的那种 游玩世界的概念就好了 小时候我们大多时间 把所有事情都当成游戏 用那个概念去就好了 并不是要我们不重视 不认真任何事 而是心态上 你要把它当成是游戏 你努力 但你不要太用力 这个概念 那他这里都在讲 你们初期相遇的时候 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这个 因为你会逃走 你会转头就走 因为这一群的一号牌的朋友 会有太接近爱情出现的瞬间的时候 风能量全部都跑出来了 要摆脱他 要让他转化成我刚刚说的 把风能量 不要把它变成一种严苛 过度理智 判断 审判 去评判 眼前的人事物 不要 我们会转个方向 把它改成 好奇心 创造力 理解 想要理解 渴望理解 追求真相的这个概念 你就会好奇 眼前这个人 你就会慢慢摸索 去捕捉到 眼前这个人的好 好吗 要用这个态度去 来我们再看三张 这一组保健牌真的太多了 所以记得我刚刚给你的那个观念 月亮牌说 你心底其实有一股智慧 有一个智慧你不要忘记了 你对于未知神秘主义的渴望跟向往 你要用这个态度 去往前迈进 去好奇眼前这个人 去好奇一份心的感觉 而不是在这么明确的爱情前面 或是爱情出现的时候 却用旧的枷锁跟害怕来 让你无法往前 但你在探索神秘主义的时候 未知的世界的时候 或是占卜这种世界 你没办法具体形容你这个世界 你却如此渴望 你却如此依赖 你却如此希望他给你一些 你需要 你就要用这样子的方向感 来去看待眼前 立刻出现的 或是很具体出现的 这一份瞬间的 你们两个交换眼神的时候 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 要相信他 把他捕捉起来 然后尽情的去发挥你自己 你的特色 你的喜欢 没有差失败的 没有差被拒绝的 只差什么 只差你先 在这些之前先被自己击败 先让自己退缩 你看这里 他这一组 这边这边出现 都是一些你心里的某一种阴暗面 在拉扯你往后退 因为那是最安全的 因为你也安全了很久 所以你会觉得 有些比较敏感的 像是爱情出现的时候 不要去挑战 不要太接近 放慢什么 各方面会是比较安全的 可是今天这题 我看到的两股陌生的能量 遇见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连结 瞬间就有那个感觉 直接的表达 你的感觉 对方会立刻知道 他也可以 好吗 立刻他 因为你们是有一种 对称的能量 当你感受到害怕 要退缩的时候 他也会 他也会 因为这一组比较 非常特别 它是在一个非常陌生的 邂逅环境 所以确实风险比较大 确实很难迈出那一步 可是今天这里 好几张牌都告诉你说 可以的 可以的 精细能量说可以 魔术师牌说可以 战车牌说 他就 过程比较难 但是也是可以的 你要试看看 要试看看 好 来我再看一下 帮你直接看 两个人的连结 好 等我一下 两个人连结 我换另外一组牌好了 看一下 换另外一组牌 看一下 我用这一股 我用最古老的 塔罗牌版本来 韋特塔罗牌版本来 帮你翻 连结六张 来 第一 二 我先看一下 可以啦 你们 虽然 初期会是从一种 灵的开始 非常陌生 它会慢慢升华 会升华出你们两个 真的比较独有的情感 但是你们 的确 的确 要认识彼此的生活 跟各方面起步 比较太全新了啦 太全新了 你们对 对方是一无所知的状况 当然会有些冒险 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可是要相信你内在的直觉 内在的直觉 它为什么 会有这么 多的风能量 在阻碍你 因为这一个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这个要出现的人 太相似你以前的 恋爱的其中某一个经验 对 眼前这个人 跟你的感觉还蛮像的 所以他会唤醒很多旧的感觉 好 我看这里 嗯 你们对彼此 等到真的 你们非常接近 相处的非常 频繁 频率非常多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你们对待彼此的 那一个方式 能量 热情 跟你对待其他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这是很珍贵的 表示 眼前这个人 在你的人生里面 非常特殊 但是这一件事情 没有办法在一开始 你们一开始 见到的时候就有 这一组牌 它一直在重复讲说 开端有点难 开端有点难 但后面就会渐入佳境 来看看 火能量 火星 太难 不过 他这边有在提示 你们的能量 因为太相似 所以当你们 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会有好几次的 出奇的碰撞 好 那这个碰撞的时候 嗯 算是比较激烈的 理解对方的方式 像是比较激烈的 因为你们会慢慢 慢慢慢慢 发现 我是觉得 我从一开始就觉得 你们是两个很淡的 一模一样的能量的相撞 然后后来翻到这里 才知道说 原来那一个 一模一样跟相似性 会越来越高 然后 对撞之后 当然中间会有一些 适应期 我觉得会有一些适应期 但是 以牌面上给的 不给的非常多的 一个远方的概念来说 我觉得这都只是一个 小小的过程 小小的过程 那 只是保健能量给很多 我必须再次提醒 过度的判断 还不如相信自己内在的直觉 因为这个是感情世界 这个是精神力的世界 过度的判断 只会让你 多出太多没有用的选项了 多出太多 而且你会 淡化你内在直觉的声音 有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直觉 其实看得最清 最准 那是你最高的意识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但我们会因为太多的判断 跟思考 它就瞬间没有了 因为它出现的 那一瞬间 甚至半秒都不到 所以要倾听 要相信自己内在 那这组 有一件事情 必须说 水能量很少 水能量很少的状态是什么 你们的感情 是要在一点一滴相处之后 才培养出来的 然后这感情 为什么一开始这么激烈 为什么都没有出来 因为你们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是对彼此好奇心的吸引 那这个吸引 就是要去挖掘底下的 那个水能量感情能量出来 它有点类似 一触即发的状态 但它不是水能量 或火能量 一触即发的状态 主要还是 太在意对方 这个人出现 太在意这个人出现 这个切入点 是这个切入点 所以水 火能量 那个风能量特别多了 好 这是选择一号牌的朋友 希望给你一些 蛮多的方向感了 那时间点的话 好吧 我给两张 帮你大概抓一下时间点好了 是这样 冬天啦 冬天 嗯 冬天有 我在讲 我把方向讲大一点 不要 好了 就整个冬天 两张牌 就是下一个整个冬天 它没有偏离太多角度 就是这样 下一个冬天 你期待一下 好 就这样 这是选择一号牌的朋友 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 好 谢谢你来听 祝福你 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选择第二号牌的朋友 那今天的题目是 小恶魔已经将你们两个的情感捆绑在一起了 来 我们来直接做探索 好 来 直接翻五张牌 看一下整个状况 9 先让我看一下 我先说你们两个之间的能量 已经完整了 也就是说你们遇到的时候 其实是蛮协调的 应该立刻就会合得来的 而且你们很快就会有共识 两个人对于感情想要走去的方向 这里是有这个 那记得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它会唤起你以前对于爱情的一些沉重的感觉 因为这一个 我觉得这一个爱情 这一个新的感情来的时候 会有非常浓烈的初期 初期会有非常浓烈的状况 因为你们两个的协调性非常好 两个人的协调性非常好 很容易看对眼 说话也喜欢 讲的内容也蛮契合的 不会无聊 甚至会有一种想要留在原地大聊特聊 不要让这个人离开你身边的感觉 这是你们一开始初期状况 所以你们能够聊天聊地聊到非常远的方向 一开始就有气候度非常高 你会非常感觉到跟这个人很舒服 可是当时间一往下在前进的时候 那一种过去情感的负重感 就会慢慢跑出来 慢慢跑出来 两种都出来了 非常心底的你内在的会有 然后这个讯息会开始出现在 你们两个人相处跟聊天之中 会怎样 会开始好奇 以前的感情生活 那这里可能有一点点说 不要 尽量不要 尽量不要 因为 这是一个行动 可能会想去聊 会想去诉说 可是内在心底有感觉到 当聊下去之后 这个负重感会越来越重 所以以高度的排面看法来说 不要 要把这一个好奇心收下来 但对方很有可能也会想要知道 那要勇敢的拒绝 对方会知道说 好 从现在开始是零的开始 往后发展 以前的事情都不要再聊 那这样一出奇就要确定这一个规则 要确定这一个概念 记得 这里有一些讯息 来 那我比较在意这组牌 他说 虽然这个人遇到的时候 出奇感觉非常什么什么 都感觉非常的好 但你会偷偷跟渐渐的 把对这个人的喜欢收下来 因为什么 我觉得这张牌在讲 因为害怕 我刚刚说 当你跟这个人越来越近 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舒服的时候 会有一种过往爱情的负重感会跑出来 没错 然后你会选择先收 收起来 但从这个排面给的一个讯息方向 有说 这张牌出现是一个反向的 反向的意义是说 叫你不要 因为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相遇能量就这么契合的 尤其这两张牌带来了一种远方的力量的认可 跟你们最接近的 两个能量最接近的时候的契合度 也算是一种认可 双重认可 这一个相遇是可以的 的时候 你又内说 你又不愿意表达 不把它表达出来 对方会觉得 可能就这样子吧 就不会有后续在往前 但是这也不是完全这样 也要看他的性格 光是十二星座 不要害怕啦 这两张牌都是提到你内心的害怕啦 你会担心这么 垂手可得的爱情是否也只是瞬间的泡影 一下就会消失 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 所以你会把自己的想法跟各方面判断 都把它放在非常pure的状态 就是你会误解了你的直觉 你会误解说 好了 我担心受怕就是不要往前 那我就不要再往前 因为他可能会再重蹈覆车 以前是因为 因为有这种很多小声音会跑出来 可是 记得 这整组牌的最核心是节制牌 它在告诉你说 你们的能量协调性很高 相信你们能往你们渴望的远方走去 好吗 不要被内在的沉重感所拖垮跟拖住 这几张牌的一个讯号就是这个 来 我帮你把这个再多看一下 不要跟自己打架太多 不要跟自己的声音打架太多 你一定有一个 一看到他一遇到爱情的时候 第一个瞬间的直觉 顺着那个走就好了 那种意识很难出现 因为很难捕捉 出现的时候看到了不要否定他 不要被那些害怕恐惧复制救的错误 这些东西所吓跑 记得新的就是新的 每一个明天都是新的 你一起床今天就是全新的人 你不会再活成昨天的自己 昨天的自己已经有所进步了 就要在全新的明天所使用 记得要相信这个直觉 来 然后三张看一下 很好啊 你们两个内在的能量 正在逐步的往金星 黄后黄帆那边去 你们相遇的时候 其实慢慢的走就能走到好的方向了 记得要相信这一点 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两张牌都把你们的未来事 你们会走到的那一个远方的景点 场景已经告诉你说是好的 有东西能获得的 就怕你不去领取 就怕你不往那里走 不往那里走 但是还好 拖住你的能量不强 拖住你的能量不强 它只像是一种初期小小的小疑惑 可是声音蛮大的 要相信这里总共至少有三组能量 三组能量 而且都是在非常好的位置 都是在正能量很强的力量位置 告诉你说可以 要相信 它没有要你做太多事情 它只要你要相信 要相信你下一段恋情出现的时候 它是很多饱满的好能量 跟协调性能量所创造出来的说 不能说创造出来啦 就是说它证明了 它见证了你们两个能量 是契合的啦 不要被自己吓跑了 好你看 那这边总算要讲一道对方啦 对方 在各方面应该 是非常有魅力的 人扎实 讲话扎实实在又很有魅力 又很有魅力 那 它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觉得 它好像都在讲自己的话 好像有点自大 有点自私 好像有点个人主义 可是它实在是很有魅力的 但不代表 从这里看得出来 它不代表不在乎你 它只是以现阶段来说 它不知道怎么在乎你 还有 它也在理解你 所以它大部分的比例上 它只能先在乎自己的感觉 它跟你一样也在确定自己的感觉 但是 嗯 以金碧酒来说 在某方面来说 你终于把它 无聊的生活里 救出来了 所以从这张牌的映射反应 可以看得出来啦 其实你也是金碧酒的能量 在他眼前出现 他觉得你有趣 你很棒 你有很多 个人特色 在他眼里 他可能不会觉得是自大自私或什么 他觉得你很独特 会有这个 所以我才说你们 协调的很好啦 你们协调的很好 你们是两股类似的能量 但缺陷不同 那刚好能互补 所以能协调 你们是两个很像的人 刚好互补喔 很像的人刚好互补喔 很 就是一种 有点绝妙的搭配道啦 有点绝妙的搭配道 但是当两个人的缺陷都处在这 你们才能发现你们彼此有更大的缺点 好 更大缺点 所以你们两个的关系到更深 都会处在一种互相支持的状态 互相支持的状态 互相协助的状态 不是说完全互补 而是在你们 好 这样说 就不是说一个公司出来的产品 两个长一模一样 出来的产品是长一模一样 但是终究这里有的缺陷 不一定这里会有 这里有的缺陷这里不一定会有 所以这个没有缺陷的部分 是这个有缺陷的部分 所以他会看出来说 原来好的样子是长这样 他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东西要怎么补足就好了 那你也会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们是在两个一样的方式 做互相的互补 而不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做互补 记得这是还不太一样的喔 那也因为这个角度 你们两个在相处七和三会觉得 为什么这么顺 为什么他都能理解 为什么节奏这么像 频率这么像 喜欢的事情 价值观这个方面 兴趣也差不多 它会有这样子 但是缺点也会同时被强大出来 好 好 一样啦 这个我觉得 这组牌跟这组牌对称 对应 那这边还是在讲说 你会不时的 随机的会想到 以前过往的一些 爱情的失败的感觉 因为以前也可能 投入非常多久 终究还是失败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也会觉得会是失败 那他这边有在说 你要接受一件事情 你可能不会像以前 付出感情的说 这么浓烈又快又急 这么深刻 因为你淡掉了 但是他在说 淡掉很好啊 没有不好啊 你会有新的能量在出来 那这个淡对你来说 是一种平静 你不要把它觉得 你对爱情的渴望 你觉得你没有那种 浓烈的渴望感 你没有那么像以前 这么爱一个人 不是这样子 而是你的心比以前平静了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了 你的心是比以前的平静 平静下来能怎样 你能够欣赏跟看清楚 更多细节的美好 而不要把它当成是 你能够看到更多细节 而去挑剔 记得都是一些概念意识 的转换 要转换 同样的东西 你能走到这 你也能走到这 所以你要记得 要把它换一下 来 再来 再来 那我拿到第四 好 那就试吧 那这个给这里 我看一下 这个先这里 拿一张 最后想一下 物 是 他说 你们的情感 是能够创造出 一种 安逸的居所 这个白话一点怎么讲 就是说你们 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 是一个内在世界 那你们两个分开之后 会进入一个外在世界 也就是说 你们两个 能够让彼此 感到 极度的安心 所以你们两个 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需要专注地创造出 一种回家 就很放心的感觉 要非常有家的感觉 因为 你们彼此是彼此 最能够 让整个身心灵 休息的一种时空 当预见的时候 就会进入那个时空 好 记得 这是你们两个 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要慢慢创造出来的 好 记得 这个到你下一段 恋情出现的时候 那 还好啦 他只说 你们两个相遇之后 你们会 因为彼此 的存在 感受到另外一种 爱的价值 所以你们后来 你后来的你们 会 对其他人 事物外在的事物 的竞争感 别人的 坏心眼或什么 你们对其他人的 负面的能量 越来越能包容 越来越能够 用善意的 角度去 接纳 接受 或是 就是 爱着你 讨厌的人 有这个状态 但是必须要 这个人出现之后 在你们两个 相处之后 产生一种 对于新的 爱的理解之后 你们才能够 衍生出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后来才有 所以啦 从这里面角度来说 你们两个的相遇 在某方面来说 是很重要的人生 的贵人 因为我有看到 他 有一种互动很强 他很像是 突然间对方 像是你找到的 另外一个自我 原来你也可以这么 原来你可以更好 或是 原来你可以 更善良 也可以这样说 原来你也可以 比你以为的 测饮之心 在更慈悲 会有这个 就是说你会有一种 在深一阶 往善的方式 在更深一阶 那主要是因为 你得到了一种 新的多角度 新的爱的感觉 在这个人出现之后 不是每次 每个人都会这样 不是每个人 都能够体会到这个 不是每一组 都体会到的是 爱的方向 有些人是对于 生活的 品质的成长 他更加的需要 更需求了 看一下这里 好 这里再告诉一个解方 你会从你原本觉得的 孤独生活里面 因为这个人的出现 解脱了 所谓的解脱的意思是说 不是说这个人出现之后 你就不再孤独 而是这个人出现之后 你会感受到 孤独 也没什么不好 所以 他的个人独立性 会从这个牌 衍生出来 就是 你们原本 已经非常喜欢 自己 或是自己的个人 特色 个人风格 或是自己一个人的孤独 你原本就会很喜欢 可是当遇到 这个人的时候 你会从看到 这个人也喜欢这样 然后他看到你 也喜欢这样 你们会有一种 两种孤独 两个孤独的 灵魂的相遇 然后作为陪伴 但是内心还是能够 持续享受 孤独的快乐 跟那种 充容不破的孤独感 然后他会 进入一个新的身接 也就是说 你们并不会被 一定要每天在一起 或是不在一起的 时间太长 而感情会变弱 或是会有所破裂 因为你们 都是两个孤独的灵魂 相处在一起 作伴 而不是互相牵制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 灵魂的特色的 那 这个还有一个特色是 他会慢慢削减你们 对寂寞的 负面感觉 你们不再害怕 自己一个人 或是你现在就 没那么害怕 但这个会被强化起来 或是你今天看到盘 你才会开始发现说 原来寂寞 是一种负能量 是一种有杀伤力的东西 我现在 慢慢的感觉不到 慢慢的削弱 这个能量 有时候在这张牌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的意识就被这里叫醒了 那也没关系 遇到这个人之后 这个意识就会起来 其实这整组牌 最强的能量是这一个 金币9 它带来了你们两个 非常独自个体的 那一种魅力跟能量 就是能量很强 真的能量很强 那这也是你们两个 会相互喜欢的 一个状态吧 也就是能量 这就是你们两个相似的 这个孤独能量的相遇 才帮你们两个牵引在一起 所以我才刚刚说 你们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有缺陷 互相能够理解 来给你看一下两张牌 大概看一下这个人出现的时间 今天没有讲到在哪里遇见 这比较多是你们相遇 那两张牌看一下时间 然后再给你看两张牌 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会相遇 这个我用另外一组 我用最古老的韦特陶罗牌 来翻 两张时间 然后两张是 大概的空间 大概的空间 跟整个事件 大概 三 骑士的方向 我想一下 它应该是往那个去 好啦 那 因为我刚在考虑说 到底是已经是 龙雪的时候 还是开花的时刻 如果以龙雪时刻 反正就冬天结束 春天进来的那一段时间 然后它应该要出现了 来 我再看一下 空间 没有说特别会去哪个地方你们才会遇到 没有这个特别的感觉 但它只要讲一个讯息 你会在某一个觉得自己好像跟前阵子不太一样的感觉 你内心会有一个这个感觉 然后你会有点特别想要去学什么东西 或者去做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已经很多年没有去游泳了 没有去游泳池游泳了 可是你最近突然觉得我要回去游泳 我一定要回去游泳 不知道为什么就有这个概念 通常 这个能量从内心出来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你们的相遇的时候了 那我差不多就是你们要相遇的时候了 好 讯息大概就这些 那今天就给你这些 给你一些方向感 那谢谢你来听哦 祝福你 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三号牌的朋友 今天的题目是小恶魔已经偷偷教你们的感情捆绑 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状况 来直接来看 看一下 还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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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目前你们的两个人的能量是有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还没出现 但已经对齐了 也就是说 将要出现 或是在出现的路上 我们现在是引能量 逐步出现 慢慢出现 不过 现在看牌的这个时间 现在先暂停了一下 那为什么暂停我是不知道了 但是我先告诉你一些比较好的能量 就是说 这个人 我不知道是你还是他 如果你最近有一些 你要去念书 你要去出国 有一些方向感 你要换工作 换跑道 或是你刚换跑道 在那边正在努力 那些这些有方向感的事情 都正在 让你往他那边走去 同样的他也是 所以我说我不知道是谁 开始已经 有一个新的旅程开始 所以你现在如果没有任何特别 你只是暗兵不动 或是你现在就在原地做 你想做的事情 没有特别新的方向感 要去 那就是他那边有一个 方向感正来往你们这边走 因为你们这里有一个很强的 有人走到谁的身边的感觉 然后路是铺好的 能量也就像开车的油 也都已经充满了 加满了 所以有足够的能量走到身边 但是第一 现在正在休息 正在休息 现在正在休息时间 所以先停了一下 再来还有一件事情 要注意一下 今天三组牌都有这个讯息 只是内容不太一样 我们很常会发生这个现象 所以才说 如果你听完一个 你还想再听 你就进去看看别的 会有差不多的讯号跟启示 那今天三号牌的讯息是 他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你这边能量比较强 有可能会错过 为什么会错过 你会有一种瞬间的反应是 好像喜欢这个人 然后却否定掉 会有这个瞬间 你要小心 为什么说要小心 因为他出现得很快 被你否定的也很快 一下就没了 我说要小心 是小心的看待一下 你这个感觉 那五号牌有这个很顺 有这个关键 但还好的是什么 对方 不会这样否定掉 所以 很有可能你否定掉 或是忽略了这个 忽视这个感觉 但对方不会 对方不会 那 从这个两条线来看 在行走到另外 在行走去的那一个人 不会忽略这个感觉 反而是 在那一个终点 等待这个人出现的 那个人会忽略这个感觉 所以如果你是 我刚刚说 有方向感在前进的人 往了他那边走去的话 那你就不会忽略这个感觉 你一看到他 你就会知道了 但是他是被看到的人 他看到你 他就会否定忽略这个感觉 所以这是你们两个相遇的 一个小小的 我觉得蛮小的 不会很大 因为毕竟这个忽略的感觉 还是初始于感情 所在的水能量 他的牵引能量 还蛮强的 他不会 这里啦 他毕竟也是 5啦 5号 能量不会 落到 否定成那样 只是 有可能会小小的错过 就看你 当下选择 有装水的杯子 还是没装水的杯子 而已 那没装水的杯子 几率也就四成啦 不是六成 所以还是有可能 不会这么全然的 就会错过就对了 那 对于这里 我觉得我要多翻的是 这个 因为 现在说这个路径上 现在是处于一种停滞状态 我好奇为什么 现在停滞下来了 因为明明路的方向 各方面都还蛮好的 现在停下来 有事情发生啦 如果你近期没有什么大事情 发生 要去处理的话 那就他啦 他在那边可能有别 有很多事情 通常 如果是这种 我们都是单身状况 然后 那就不会是爱情上的事情 因为他也在往你这边走 所以他也不是 以前的情感 正在拖住他 他正在旧的感情里面 打转 不是 通常我不会捕捉 这样子的人 因为如果他还在旧的感情里面 我觉得这个连结就太弱了 我就会觉得这是 他那边有一大团能量 我们需要去观察 而不是你这边 我在捕捉的都是两个 新鲜的能量 正要遇到 所以不是感情 他一定是那边 他可能有家人的事情 学业的事情 工作上的事情 他正在处理 所以他现在心情上的 水能量的喷发 或是向往可能少了 那么一点点 所以他现在停滞下来了 所以再等一下就好了 好 来 那 这个我再帮你补充两张 看一下 什么角度 哦 会被分心 会分心哦 会分心 会分心 有可能当下他出现的时候 你有很多事情 有朋友 有饭局 有很多嘈杂的声音 会让你分心 分心什么 让你接收到 你喜欢他 或他喜欢你 这个讯号变弱 所以会不小心忽略 然后再加上 你心里可能有一种觉得 哎呀 不可能啦 这不是我的下一段 新感情来了 你会这样 所以他就会变得 被推到旁边去了 被推到旁边去了 好啦 这其实都还算蛮小的啦 都是很 我觉得都是很人性的讯息啦 毕竟 哦 这边看到了啦 他这边讲说 他出现的时候 不是就是你跟他一对一出现 他是在一个 很多人的场合 可能是朋友的聚会 或什么的 然后我这边也看到了 他跟你这里的人是认识的 他跟你的朋友是认识的 但是他对你来讲 是一个新的角色的出现 所以他确实是会在 一种聚会的时候会遇到 哦 哦 他这个人会在聚会的时候 我发现太多 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 最近有太多 其他熟悉的声音了 是你熟悉的声音 所以是你的朋友的声音 好 好 好 有一点长所 或者你记得一下就好了 好 我们来看其他 好 一样这排在一起啦 也是一样在轻爪 那你们两个 嗯 你不用担心他跟你合不合适 你们两个还蛮合适的 而且你们价值观方向各方面 你们算是有一种 协调性很高啦 但是不是到有点像是 twins状态 我不太确定 因为他终究还是只有金币二 有没有到twins状态 我觉得目前没有那么强的讯号 但是至少你们初期见面跟认识 或是前半交往的时候 反正就初期交往 都很合适啦 各方面都很合适 但是有个小缺点 很安静 有点冷冷的 但是很合适 很安静哦 火能量都拿来用在 去到相遇 而不是在相遇的时候 所以你们相遇的时候 可能没有那种澎湃爆发的情感 而是只是一种默默的淡淡的融洽感 让你们可以持续下去 持续下去 那这边也是啊 所以 遇见的时候是有情感能量啦 是有直觉到是 爱情的喜欢 是有 但是 也就我刚刚说的 是淡淡的冷冷的知道而已 它并不是那种澎湃的 蹦出来的那种 不是那个啦 来 再看一下 又是四张 就这两张一起 他哦 这边说你们 真的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他应该真的是 一个全新的人 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两张都在说这个东西 然后 这个人 会带你去 游玩很多 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即便你已经很常去任何地方 可是他会给你一些你完全没去过的地方 比如说你喜欢日本 他喜欢泰国 然后你们相遇的时候他就跟你说 他会告诉你泰国的话 他会带你去泰国 然后你会带他去日本 差不多都是这样 那可能 你喜欢 大概是这个概念 你们生活 你们两个很妙 你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突然会突发奇想的想要创造一种 跟你原本的生活不太一样的模式 就是说你家里的风格可能是极简风 可是后来你们两个相处之后就希望在家里装饰很多古老的东西 或是收集一些旧东西来做装饰 原本你喜欢干净的棕色调 可是在一起的时候却想要一些比较深棕颜色的东西 颜色口味就会变重 我说的是这样的改变不是一定 你们两个相处之后会找到一种新的默契 跟新的相处气息 这是后面的 总之啦你们 遇到之后会很想创新 看这个 2888 水能量在这边 今天这组水能量都在一种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 阴性能量的方向 所谓阴跟阳 阳性能量就是说 我会把它说正跟负 我都会讲说正能量跟阴能量 我不太喜欢讲阳跟阴或是正跟负 反正就是差不多是这样 今天的水能量对我来讲 它都放在一种反向 那它走在反向对我来讲就是说 你们对于感情的接纳接受 速度偏慢 好像有刻意去拉开一下距离 明明内心对对方的感觉还不错 很喜欢 可是都有一点收 收着去表达你对他的喜欢 就像 如果我是打个比方 如果他问你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明明是喜欢说很喜欢啊 这样回答就好 可是你还会觉得回答成 我觉得还不错啊 会变成是一种打折扣的方式 这就是你们水能量往腻的方向去走 然后开始会有点熟 那这件事情有一个好处是 可以让你们彼此慢慢的去探索 产生好奇心 产生一种勾引 然后产生一种怎么讲 就温温安全的去探索 但缺点是浪费太多时间了 因为答案是一样的 答案是一样的 就是很喜欢 它不会增加减少你们两个相处的内容 只是花的时间变多了 那这个缺点就是你们原本可以这样更多的时间去找到更多好玩的相处的内容 可是花了太多时间拖慢了 我没有觉得这样不好 时间上不好因为浪费了太多时间 但是以心灵上来说增加了很多安全感 所以它有好有坏 看你们的选择 只是我只是在诠释说水能量往反方向走的时候会造成的一种现象 表象上就是会有这个状态 那不会影响感情 来看一下大概的时间点 场合这边已经有说了 就是会在朋友的聚会里面遇到 它是一个全新的角色 你对它来说也是全新的角色 它以前也从来没看过你 看一下时间 哦 暑假 热的天气 再翻一张 试者只是强化了热的天气的范围 热的天气的范围 然后 它扩大了这个范围 热的天气 它并不是单纸夏天 它只是讲是热的天气 我再确定一下 从这方向这样去 而且是刚进热的天气 如果你正在处在热的天气 季节里 它就在附近 但是 但它很广 因为有可能是六个月的热的天气范围里 因为它这个范围里 它并没有 嗯 我觉得它包含了头跟尾都有 来 最近的那一个热的天气 来我再看 我帮你补充 一张 哇也是没有 它就是这个范围 那 好吧 如果你看这主牌的时候 已经过了热的天气 正在比较冷的秋啊冬的话 那就是要到下一个了 那如果你正在接近 车身在其中 那就是在附近 所以它应该就差不多快要出现了啦 快要出现了 不过 这主我有一个小讯号是 如果 你看这主牌的时候是在冷的天气里的话 那它可能你上一次要遇到它的时间 有先错过了 有先错过了 那它后面会找别的机会 有其他方式会再出现 也不一定会到下一次热的天气啦 它有可能是 它有出现过已经错过一次了 就是说你们可以变得比较近的方式 那事情可能错过了 好 那这就选择 上号牌的朋友 我现在近期都是把一些东西讲得比较 严简意海 严简意该 反正就讲得更简化 让你们捕捉到比较重要的讯息 好 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 那其他的你再持续来听 谢谢 谢谢你们 祝福 祝福你们